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碗水 一杯酒 一朵云 一生情 河北武安市城南 有一座青年古镇 据武安县市记载 早在距近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这里就有人居住 北宋年间建村时 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 后改为博雁 穿越历史的时光 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 一百五十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处立 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 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 嬉戏玩耍 走进不远古镇 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质朴 青石板铺旧的街道纵横交错 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 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 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 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刚刚建立的共和国 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 三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61年5月 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国研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 书业都没有了 与书匹都包裹了 在博言的四天时间里 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 但在当时 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 大公社等国家政策 提出反对意见 一次调研会上 当周总理问到大家 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 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一个叫张二婷的农民 突然站了起来 罗铁儿当时说 你是想听正话的 你是想听教话的 很激动 那个时候 总理说我听正话 说你要听正话 要叫我说 办事当不好 吃不饱 路过这个问题要不解决 几年以后 总理你要再来 你就连活动 还不上来 你一天给饿了 张二婷的话一出口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一个普通农民 竟然在总理面前 对国家的政策 提出反对 这在当时 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当时周总理就问了一天 你必须要给我刷个零 当时了一天就刷了 我是个文嘛 我也不是字 我光知道刷个这个字 你在零几年来 我们这些人 就像正儿 继续小气 就没劲儿干活了 地里边倒不上来 不能叫工俩了 我知道能有仓库 那个仓库不能长两下 能撤上来 张二婷的话 让总理陷入了沉思 会场的空气 像凝固了一样 大家都觉得 张二婷闯了大祸 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总理目的摘起来了 两手抓住人蹄两手 说人蹄啊 说我是第一个遇到 叫你刷着我的人 说再交个朋友吧 总理的一些话 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 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 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 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 周总理详细了解了 当地食堂的问题后 在五月七日凌晨三点 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 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 二婷的一句真话 也算救了当时薄言人 确实是 不是薄言人 而且是血管 农村 那个时候都是大石堂 因为张二婷一句说话 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 把大石堂塞了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石话 在当时的环境下 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就在总理要离开薄言前 张二婷又一次说了大石话 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周总理在博言的调研成果 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 产生了积极影响 1961年6月 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一年后 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 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 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 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烦 历史的时间已经证明了 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可可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期 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离开薄言后 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 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婷家里探望 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 周总理想要帮帮他 得知张二婷老婆去世 孩子多 生活困难 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 但是善良的张二婷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 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 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薄言人实事求是 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 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宝金沧桑的老人 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 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战国时期 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 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办 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桑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 烟照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 逐渐形成了慷慨狭义的气概 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 西汉年间 汉景帝的二子刘德 为了收集古籍经典 走遍了山东 河南 河北等地 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 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 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 为后世留下了左传 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 在邦故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 就用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 而实事求是的精神 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 代代相传 被讨太行山 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 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 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 每到农前季节 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 药材走南闯北 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 都开始外出经商 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在东三省 有句话这样说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 就有五万人在卖药 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 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五万人 它整个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请嘉庆言见 博岩人徐静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 有一次 总店的一位小掌柜 因为贪图便宜 趁徐静修外出 建了一批刺皮药材 卖出去之后 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 徐静修回来后 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徐静修大致有闹路了 大致志着道 你这样的 你是坑客户 砸卧的饭碗 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 把货快推了一下 货物追回后 徐静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 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 看着几千两银子复制一具 人们都说徐静修是徐疯子 但是在他看来 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 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我徐静修在东北 为什么哈哈都要 我就是明明白白的 做人 他他这人里没有 没有这个前提 你这个哈要做不好 从此以后 徐静修对药品的品质 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定立了四部原则 凡是违反四部原则的 电源都要严惩 实在踏实的四部原则 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 最辉煌的时候 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 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他们呢 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 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 讲究货真价实 这鸡公用了当地人的精神 也给他们带来财富 实行修饰 是他们代言出事 生存的信条 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 有了这种精神 热条可以变强大 贫穷可以变富裕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 伯源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 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 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 广亮门 明楼院 文昌阁 文华楼 九门香兆 珍珠道卷帘 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 足见当年的辉煌 这其中 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 徐家大院的九门香兆 一进四的院落 建在同一中轴线上 四个院落九门贯通 据说 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 故宫有房9999间 徐家建房99间 站在门外向里望去 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 层层相叠 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 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个院的建筑风格 十分严谨和认真 百年的时光过去了 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 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 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 时刻叫化着后人 这边外边是用至成囊 里边是寒名作敬 它的含义就是要拨在众人的意见 集思广义 达到明察求好 明断是非 要事事求是 孕至成囊 寒名作敬 不仅是围观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 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 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庄一样 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 做人的一个行为种则 要实事求是 就不能混淆 承袭着烟照古风 坚守着古老的文化 数千年的时光中 一代代薄言人 始终把求真务实 追求真理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武伦佩 1900年出生在伯延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 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 深深地影响着他 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武伦佩 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 他毅然投逼从容 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可是英雄没有拥物之敌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东北弄选以后 江杰斯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 最后东北三胜都叫日梦斩来 他对江杰斯不抵抗政策 不满死就不改了 回到家乡的武伦佩 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 他以伯延镇为基地 联合周围二十多个村镇 一起抗日 就在这时 武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 他给武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 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武伦佩 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 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在那次谈话中 武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 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 加入共产党 几天后 武伦佩的自卫队改变为 中共际遇边区独立游击大队 武伦佩担任大队长 1938年9月的一天 武伦佩率部袭击日军 击毙了十几名敌人 撤退时 武伦佩不幸重担牺牲 年仅38岁 但是被激怒的日军 并没有善罢甘休 到处搜查武伦佩的遗体 武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 显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 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 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这是武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 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 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追求人生真理 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 却依然让人感动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 聆听这小镇的故事 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 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 二十一道菜中 七凉 八热 三个汤 三份主食 因此得名三道饭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 趙叔本是博言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 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 都会请他去掌勺 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 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姜米 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 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 不会介意 赵师傅听到这话 有些生气 在四十少日上 在不能糊涂 到米大里得给加米再想 我不能做 这个贴饭 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加米做的 就没有点定体力 所以说你这饭就试一试一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 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 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 还纷纷来敬他酒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 心里踏实 这场不完美的宴席 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 在他看来 一是一 二是二 是做人的本分 也只有这样 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 这一天 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新造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 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 让他感慨万千 别人来参观时 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 满愿的是欢声笑语 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 做生意 谁说我很感慨 伯彦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 对徐军影响极大 十二岁那年 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 被父亲发现了 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 让他跪在祖宗排位前反思 三四个小时后 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 腿一转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当时是血流满面 长大之后就留下了这个疤 你看月圆疤 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 说你那个长大之后 你每当做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照照镜子 看看您能报 以后遇到什么事 都要学会成成实实地去做的 弹弹当当当的 徐军兄是在散战这个 额头上的记性疤 时刻提醒着徐军 做人做事 不欺不骗 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 琢磨着 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他多次往返东北 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 却十分困难 有一次 徐军接到一个电话 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 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 当过伙计的老人 联系人对徐军说 大学封山路途艰难 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 但徐军却坚持 要见到那位老人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 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 并顺利完成了采访 就在徐军采访 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 老人就离开了人世 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 一遍遍地推翻重来 七年的时间 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山号 在书中 不仅记载了商邦的历史和文化 也把古镇人实事求师的精神品格 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次回到故乡 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 来告慰故乡的仙人 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 古老的戏台上 以压压的老戏还在唱响 深邃的宅院里 不时飘出三道饭的新香 幽深的巷弄里 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 博言古镇 承载着燕照大地上 那份浓浓的乡愁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 曾经因商邦而兴起的博言古镇 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 却留给今天的人们 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 让一代代的博言人 养成了说实话 做实事的性格 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 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 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 宝贵的精神 我在天的这边 你在天的那里 成影中 故乡青山剑 心心念念 不灭 总是在万家灯火燃亮 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 舍不得相愁离开胸膛 明月中生的天亮 舍不得相愁离开胸膛 相见如梦 云无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